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又来到了Hima家的厨房 今天Hima要为各位朋友介绍的是 这个绿色和黄色的调味料收纳盒 这是Hima家中的厨房 也是卤放卤具的部分 左边的卤口是用来煮汤用的 所以比较少会站在那边使用 因此Hima在左边的厨房 左边架设了一个平台 可以放油瓶 调味料收纳盒等等 方便在煮饭时拿去使用 那由于这个平台它算是比较窄的 只有大概10公分左右的宽度 我是根据炉台到墙边所剩的距离去架设的 所以大概只有10公分左右的宽度而已 所以因此我要放置调味料盒的时候 市面上的那些大大方方的调味料盒 并不适用在这个地方 而我找了好久 才找到了这样细长型的调味料收纳盒 这样商品 市面上是比较少见到 这种细长型的调味料收纳盒 那这款调味料收纳盒 它是日本品牌 是越南制造的 现在我们就来分享实际使用状况咯 看到它在拿取时 非常轻松好拿 平身是透明的 那我们只要单手就可以开取 闭盒 那它里面有附一支汤槽 可以用来挖取调味料 那平常不使用的时候 可以架设在调味料收纳盒的上方 不会粘到下面的调味料 另外它的瓶盖的部分 内侧有一圈海绵橡胶条 它是用来防止湿气进入的 另外它有附上调味料的分类贴纸 方便大家在拿取时辨认 现在我们就量取它的尺寸 给各位参考咯 它的宽度大约7公分左右而已 那它的长度到握把的地方 大概总共13公分 那至于它的高度呢 应该只有10公分左右而已 那它的容量是440毫升 而且可以选择的颜色有 红色、绿色、白色和灰色 给各位朋友参考看看 这样就是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 这款细长型的调味料收纳盒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见咯